在这个自媒体盛行的时代 一个头戴报纸的男人剑走偏锋 以直播的形式预告即将发生的犯罪 宣称要审判一些行为不断的人或企业 曾在视频里被制裁的都是在网络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然而随着警方一步步介入 他们发现报纸男似乎另有目的 大家好 我是市长老狗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悬疑犯罪影片预告犯 故事开始 一个头戴报纸的人正在进行直播 我们暂且称他为报纸男 本来这不过是个新奇的直播方式 但是接下来报纸男却对着镜头做出来一个预告 他说明天有一家黑心食品加工厂会起火 因为这家食品加工厂做出的食物曾造成多人中毒的 这样离奇的直播内容自然引起了以女警为首的警察注意力 一群人刚围着看完预告 办公室的电脑上便播放了日本一家食品加工厂意外起火的消息 本以为是巧合 女警的其中一个下属却发现 在匆忙救火的新闻报道里 一个戴着报纸头套的人对着采访镜头竖起了大拇指 很显然这次工厂着火就是报纸男干的 这是他完成自己的预告后 对众网友的交代 也是对日本警方的挑衅 女警脑能人 带着小弟就开始翻看这个报纸男以往的预告 原来除了这次预告之外 报纸男还做过两次预告 第一次预告对象是便利店的店员 店员为了在网上拨人眼球 用便利店的油炸了蟑螂 这种行为让不少网友直呼恶心 但他们的抵制并没有什么用 店员还是乐在其中的坐着炸蟑螂 这次预告后 报纸男紧跟着上传了一个的视频 视频中店员五花大绑 被报纸男绑在凳子上 喂下了油炸蟑螂 看到这儿 女警就来气 难道报纸男真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吗 紧接着是第二次预告 报纸男的目标 是一个强奸了女性的垃圾男 这个垃圾男不仅不反思自己的犯罪行为 还在网络上发布言论 嘲笑被强奸的女孩活该 看报纸男视频的网友也纷纷叫嚣 说希望报纸男能惩罚这个垃圾男 很快 报纸男发布的下一个视频 就是垃圾男全身赤裸着 被绑在一处废旧工厂 被一个头戴报纸的男人用震动棒暴局 这种惩罚简直大快人心 不少网友纷纷点赞评论 视频的弹幕上也是一片叫好 纷纷表示期待报纸男下一次的惩恶扬善 然而出于政治敏感 女警很快发现 视频中出现的报纸男和直播预告的 不是同一个 这次出现的报纸男一个戴着眼镜 一个身强体壮 他们仿佛是团体作案 之后女警去采访了被绑架的垃圾男 垃圾男在警察的盘问下一脸恼火 声称警察不是应该保护我吗 你们怎么能来嘲讽我 还说出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自从那个视频播出后 他被母校除名 还被之前签约的实习单位拒绝 甚至走到路上 还会被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 拍视频嘲笑 女警听完之后 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一点也不同情 因为他当初对被他侵犯的女性 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 而他现在经历的 不过是那些女孩经历过的事情罢了 到这里 警察也就基本摸清了报纸男的套路 先是通过直播宣布 他的下一个犯罪目标 然后告诉大众 这个目标犯了什么错 有什么令人不齿的地方 借此煽动网友情绪 支持他进行犯罪 紧接着 第四次犯罪预告开始了 这次 报纸男审判的对象 是一家东京某网络公司的人士 被审判的原因是 几个月前 这个人是带头嘲笑了一个 32岁出来找工作的IT男 报纸男声称 会在第二天 对该公司人士进行惩罚 很快 警方借由视频里墙上的logo 确定出 报纸男直播的地址 是一个连锁网吧 得知确切消息后 女警立马带着手底下的人出发 小弟问她为什么这么慌张 女警看了眼 手上的腕表表示 还有几分钟就到凌晨12点了 也就是报纸男说的第二天 等女警带着手下冲进网吧时 报纸男早已不见踪影 原来 警方查出的IP是假的 报纸男也将人士绑在一间屋子里 等到12点一到 开启直播 用手上的金属球棒 痛作被交代五花大绑的无耻人士 另一边时刻关注着报纸男的女警发现 报纸男仿佛能预判警方下一步动作 并提前做好准备 在找错网吧地址后 负责查地址的警方再一次确定了直播位置 在一个荒废的小区里 然而 等女警带人闯进屋子时 针对他们的示意台 播放着报纸男直播的电脑 正当女警一头雾水时 手下有人汇报 说被害人找到了 是在隔壁的房间 当一众警察冲进去 关心受害人有没有死时 女警从一旁拿起报纸男打人的棍子 说这是塑料的 打不死人 这让女警很不能理解 报纸男的所作所为透着一股怪异 好像是仅仅为了引起警方的注意力 并不想杀人 但是他图什么呢 女警始终想不通 虽然受害者并没有受到致命伤害 但明显 网友的情绪都被带动起来了 那些曾经有过相同经历的人 纷纷在报纸男的直播上留言 他们觉得 报纸男的审判耐人寻味 这些个人被侮辱的小兽 根本不会有警方在意 也不会有警方替他们承恶扬善 就这样 网民的情绪越来越高 报纸男活了 一时间 到处都有民众在讨论报纸男到底是谁 而被下一个要审判的人又会是谁 然而 谁也想不到 报纸男此刻正缩在一家网吧 在单人间的电脑前呼呼大睡 原来 报纸男名叫奥田 三年前被公司派遣到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实习生 眼看战战兢兢工作就快满三年 熬夜加班搞垮了身子不说 马上就要转正时 却被上司刁难 交给他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完成任务 自然没有得到转正机会 还被上司赶去打扫办公室卫生 这一切都没让奥田丧失信心 因为他有平日里的同事关心他 但他没想到 同事在网上聊天时 居然在嘲讽自己不自量力 还说奥田这个人就是条狗 只要稍微勾个手就跑过来了 面对此情此景 奥田只得把委屈往嘴里咽 因为他还需要生活 直到这一天 他在收拾垃圾时 突然吐血晕倒在公司 被众人送到医院 由于公司没有转正 自然也没给奥田交社保 穷困潦倒的他 只得在出院后一点点打工 还清欠的医药费 重新投简历找工作的奥田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32岁了 并且还因为治疗工作时间中断 越发不好找工作 得到的唯一一次面试机会 还被公司招聘的人士 一顿冷嘲热讽给撵了出来 坐在厂椅上面色沉重的思考 以后要怎么活下去 这时刚好听到一旁的两个人交谈 说要去黑垃圾厂打工 虽然辛苦了点 但好歹有工作养得活自己 听到招 奥田不仅心里一动 正好这时拉人的面包车前 有人吆喝 说只要年轻人 要五个 说着就朝奥田走来 抱着试一试的心思 奥田坐上了前往黑垃圾厂的车 车上除了他还有四个人 奥田不知道 以后他们五人会变成 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到了垃圾厂之后 奥田和其他几人便开始干活 看着车上倾倒出的各种危险垃圾 几人这才反应过来 这里原来是个黑垃圾厂 但明显现在脱身已经晚了 只得配合工作 工作期间 看到一个受伤的工友不小心摔倒 有人去拉 暴躁的工头 立刻把两人一起骂了 还说本来只有一个人没干活 要是去拉他 岂不是又少了一个劳动力 听到这儿 奥田明显心有户人 但无奈需要从工头手里拿工资 于是只好听命勤肯干活 到了晚上 五人围坐在垃圾厂 一个简易的房间里聊天 几人分别介绍了自己以前的岗位 小鸽子男孩自称 是从菲律宾偷渡来的 之前在一家网吧打工 后来网吧倒闭了 他就跟人介绍 来这里打黑工 奥田叫他瘦子 瘦子看起来才十几岁 但很活泼 跟谁都聊得看 还有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 奥田叫他胖子 胖子之前在一家公司上班 之后因为一些意外就不干了 同屋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一直没有工作 奥田就称他为大雄 说话带有关系腔的卷毛就叫关系 而奥田自己 因为曾经在IT公司上班 又懂得安全密钥上数字计算方法 所以被大家称为盖子 几人休息时间 就互相打闹玩耍吹牛 奥田则细心地笑道 瘦子学习计算 日子过得也快乐不已 这天 奥田突然举着手机 对众人进行录像采访他们的心愿 最先出镜的是关系 他说自己以前是搞乐队的 虽然现在做音乐已经没希望了 但是希望能做一件伟大的事 大雄的愿望则比较淳朴 他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合得来的女友 几人纷纷嘲笑大雄的愿望渺小 但其实他们五人的愿望都很小 那就是好好生活 胖子说 自己的愿望就是有吃不完的旋转寿司 因为平日里吃得多又没有钱 所以希望能有一天 有吃不完的旋转寿司 寿司说 他是偷渡来日本找爸爸的 他和母亲一直生活在菲律宾 直到妈妈死前才告诉他 他的父亲在日本 但母亲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父亲名字 就去世了 众人都知道 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多么不容易 况且因为瘦子的偷渡身份 他更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寻找警察帮忙 所以瘦子唯一的愿望是找到自己的父亲 并亲口叫他一声爸爸 轮到澳田时 他笑眯眯地说 希望自己能有一群好朋友 虽然五人出身卑微 但此时大家都相信 只要努力生活努力上班 一切都会变好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 瘦子的死打破了所有人的希望 因为剧烈劳动 年龄最小的瘦子倒在了黑垃圾厂 被众人手忙脚乱地抬回临时住所 并派人通知了公投 在此时 澳田他们才从瘦子嘴里吃到 菲律宾距离日本实在太远了 于是瘦子不得不卖了一个肾 换取路费 现在由于工作负荷太大 所以他撑不住了 而公投在到来之后 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格外无情 对于死去的瘦子 也没有一丝尊重 在草草交代澳田他们 尽快把瘦子埋掉后 顺手就把靠在门口的铁仙 扔到了瘦子脸上 这让胖子愤怒不已 公投的蔑视 让他多日积攒的愤怒一起爆发 他拿起铁仙 狠狠地拍在公投后脑 这一击下去 公投直接捂着头 倒在地上痛呼 最先反应过来的澳田 直接夺走胖子手里的铁仙 朝着弓头打去 就像交接仪式一样 剩下的大雄和关西 也轮番上前殴打弓头 最终弓头死在几人手下 他们放了一把火 烧了这个黑垃圾场 将瘦子埋在对面的山坡上 又匆匆坐下标记 转眼就到了白天 四人围在一起商量 接下来怎么办 关西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吊坠 他说这是粉丝送他的礼物 里面装有可以取 多人性命的情话甲 足够他们四人自杀用 但澳田却提议到 反正杀人也是要死的 不如在死之前再做一件事 那就是替瘦子找到他的爸爸 说干就干 因为澳田之前从事IT行业 知道网络有多大的影响力 于是几人准备从这方面下手 发布一些预告犯罪的直播 引起轰动 借此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 这也就是报纸男团伙的来历 为了能更快地使得警方 查到瘦子附近的线索 澳田使用了瘦子之前捡到的密钥 在连锁网吧里进行直播 就连在登记姓名时 用的也是瘦子的名字 Nelsin, Cato, Riccaten 另一边 女警这边也查到了 报纸男登记的名字 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权限 锁定这个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随着报纸男的名气越来越高 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模仿报纸男 套着报纸头套 直接拿着刀子犯罪的模仿者 接着此次机会 政府一个议员在电视节目上宣布 要在网络实名制并提出 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 一系列相关法律 还有无数人投票同意这个法律 那些反对实名制的声音 渐渐微弱 此举引起了报纸男的注意 报纸男奥田在网吧醒来 再次输入密钥生成的密码 开始下一场预告犯罪 这次被审判的人 正是政府的这名议员 与电视上投票结果截然不同的是 报纸男给出的视频 正是一家公司 为议员投票做假证据的证据 这无疑将网友的愤怒 放大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报纸男的脸 慢慢出现在屏幕上 说会惩罚这个虚伪的议员 并且报纸男说出的审判日期 就定在议员清零现场 举行一个发布会的时间 无数人在电梯里 劝议员放弃这次发布会 议员却信心满满 坚持要参加 事关紧急 政府派了专人调查组进行调查 调查组顺着那个留下的签名 轻而易举的查到了瘦子的身份 从瘦子母亲偷渡到日本 倒和一名日本企业家 私混有了孩子 再到返回菲律宾生死之后死亡 瘦子来到日本寻找父亲 统统调查的一清二楚 然而 他们却误以为 瘦子父亲 就是这次报纸男犯罪团伙的幕后指使 费了好大劲 才把那个男人揪出来 但男人 当时正坐在自己的仓库里吃泡面 因为当初做生意赔了 所以好多年交不起电费水费 自然 网络上的报纸男团伙一事 一问三不知 此时 报纸男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众人经过一番计划 偷偷将装有曼陀斯的饮料 送进议员所在的发布会现场 为了保护议员 政府派了许多警察保护他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议员发表完讲话 举起手中的饮料庆祝时 周边无数饮料 因为被放了曼陀斯 再加上剧烈晃动 纷纷从瓶子里喷射出来 会场意识混乱不堪 议员也被吓得屁滚尿流 在众警察的保护下离开现场 另一边 女警顺着新的IP地址 找到报纸男现在直播的网吧 直接冲进网吧找人 却被围观的众人阻挡了去路 听力敏锐的报纸男 察觉不妙立马起身往外逃窜 众警察在女警的带领下 纷纷追捕这个 带着报纸头套的男人 但在一个岔路口的方向 报纸男却突然转换了方向 向另外一个地方跑去 也没警察感觉奇怪 急吼吼的一拥而上 将报纸男抓到警局 只有女警在回警局的路上 发现一个男人 有非常熟悉的侧脸 这时女警想起 这个男人似乎就是 当初他们调查网吧时 不停在回避网吧摄像头的男人 此人正是奥田 发现自己被女警穷追不舍 奥田只好拿出最快的速度奔跑 女警为了抓到嫌疑人 也是一路狂奔 最终却因为身高不足 被困在足足有两米的下水管道台阶之下 见女警上不来 奥田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 坐在里面休息 此时愤怒的女警 朝奥田吼道 像你这样的家伙 我绝对不认可你 别想把错误推给社会 然后沉迷在网上 被当成神的快感中 还举了一个例子 说自己有一个朋友 曾经也过得很苦 但是他努力生活 如今已经获得了幸福生活 奥田则沉默片刻后回应道 你是不会明白的 有时候有努力的机会 就已经够幸运了 随后提着包离开 女警也在桥上休息时 慢慢想起自己当初 是怎么不被看好 原来女警说的朋友就是自己 她从小被父母抛弃 上学时连饭钱都交不上 因此被同学嘲笑 甚至一度想过自杀 但女警却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到现在 她觉得报纸难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无意义的 与其与引动媒体 与政府作对 不如好好努力改变自己现在的困境 女警狼狈不堪地跑回警察局 却发现同事追到了报纸难 摘下头套原来是网吧打工的店员 在警方质问为什么要包庇报纸难时 店员闭口不谈 但在店员的履历上 警方知道她曾经和报纸难 有着相同的遭遇 可能是和他们心灵上产生了共鸣 因此才会帮报纸难引开警察 正当警察因为失去报纸难行踪而一筹莫战时 报纸难团伙进行了下一次犯罪预告 这次他们要审判的 是利用媒体煽动网民情绪 与政府警察对抗的暴徒 报纸难团伙也就是他们自己 报纸难声称 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直播自杀 此时专案组人员也同样查出了几人身份 另一边 奥田他们吃过晚饭 回到他们曾经住过的垃圾厂 开始了最后一次直播 接着出现了四个带着报纸难的男人 分别摘下了头套 只见他们分别是胖子 关西 奥田和大雄 他们的身份分别对应了 警察查到的几人的身份 四人互相看了看 仰头吞下了装有情话假的胶囊 然而在这种自杀视频上 网友们在直播间发出的弹幕 依然冷却无情 什么怎么不快点死 就这么还以为能有更刺激的东西了 等等话语 看得人不寒而栗 这边女警无暇在顾及直播中的弹幕 她开始顺着人才市场调查 最终找到了奥田曾经上班的公司 在公司中查找相关信息时 领导和奥田上司全都不承认 曾经有这么一个员工 只有一个同样在清理垃圾的派遣员 对女警说 奥田当初是被泪吐血 然后送往医院的 女警跑到医院后 得知奥田因为没有交社保 所以是分批还清医药费的 直到现在 女警才明白 奥田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出来医院后 女警站在外面深思 并把自己带入奥田 想象自己首先会去哪里 然后她就发现 有三无人坐在厂椅上 讨论打工的事情 女警临机一动 上前询问要想快速赚钱的法子 得到不远处有个黑垃圾厂 于是她立马带着下属 跟着一个熟悉黑垃圾厂的司机 走进了奥田他们自杀的小屋子 只见四人全部躺在地上不行人事 一旁的直播设备往回条 可以看到四人分享毒药的过程 女警颤抖着手摸向奥田的脖梗 这才发现原来奥田已经死了 深觉难过的女警抱着奥田痛哭 而随后赶来的手下 分别查看了其他三人的脉搏 发现只有奥田一个人是真的死了 警察叫来救护车 将剩下三人送到医院 只留下女警抱着奥田泪流满面 此时女警发现奥田手里紧紧握着手机 打开之后是奥田给女警录的一小段视频 解释了他们这么利用网络 其实就是想帮兽子找到父亲 还告诉女警 瘦子埋在垃圾场对面的山上 希望警察能把他的骨灰送给瘦子的父亲 最终女警也遵守奥田的医院 而另一边在医院醒来的三人 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就被警察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看起来像是奥田威胁他们 三人处于无奈才答应犯罪的 几人看完之后就沉默了 这是胖子生日当天录的像 众人还以为是奥田的恶作剧 没想到奥田早就想办法让他们脱身 早在几人拿到药之前 就曾问过奥田 要是有人没死怎么办 当时奥田就笑着说 要是有人没死 就把所有的罪责 推到已经死的人身上 想到这儿 关西 胖子和大雄 都哭着将所有的罪 推到奥田身上 称自己是被胁迫的 只因为这样 才能不辜负奥田的一番心意 影片就这么结束了 其实回过头想想 奥田替所有人实现了愿望 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替瘦子找到父亲 给胖子吃过了回转寿司 还见证了大雄和便利店女孩的 送散情意 自己也拥有了四个好朋友 谁都想好好活着 如果可以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朋友的生存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他牺牲了自己 换来了朋友活着的 无限希望 好了 这就是电影预告犯 带给我们的全部内容 我是老狗 下期见